新冠病毒的不断免疫,各国流行的新冠毒株也在不断变化,目前流行的主要是德尔特病毒,其传染性至少是原始毒株的两倍以上。 所以大家很关心,各家疫苗能否有效预防德尔特病毒的感染。 那么今天,咱们通过解读三篇临床研究文章来大致看一下科兴在中国广州疫情的表现,以及辉瑞和莫德大疫苗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与卡塔尔的表现。 咱们先从中南山院士发表的这篇文章聊起,广州在今年5到6月份爆发了一小波新冠疫情,通过对153位确诊病例进行第三代定因测序后发现,123位所感染的病毒为德尔特毒株,说明当时德尔特已经在广州成为流行毒株。 但这153位确诊病例并没有完全纳入该病例对照研究,因为当时疫苗主要的接种对象是18到59岁人群,所以最终被纳入观察疫苗有效性的病例,仅有这个年龄段的74例。 包括51例主动筛查发现的,其余23例是通过筛查315位密切接触者发现的,那么检测阴性的292位密切接触者就作为了阴性对照。 那么在这292位没有感染病毒的人群中,66人接种一剂疫苗,包括第一针14天之后与第二针14天之内的人数,接种两针的共79人是第二针14天之后的人数,未接种的人数是147人,包括没有接种任何疫苗,以及在第一针14天之内的人数。 而对应的74位感染人群中,接种一针20人,两针10人,未接种疫苗的44人。 那如何计算科技疫苗的与效率呢? 文章中作者计算了,接种一针以及两针疫苗的人群相对于未接种人群的优势比值,来评价疫苗的保护率。 那么第一针相对于未接种所的优势比呢,是20除以66再除以44与147的比值等于1.01, 也就是说接种一针的朋友们感染Delta毒毒的概率是未接种疫苗人群的1.01倍,说明第一针几乎没有保护率,和治理的结果呢有点相似,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治理那期视频。 那么再看第二针,同样的计算方法,每针等于0.42,这说明呢,接种两针的朋友们感染Delta病毒的概率呢,仅是未接种人群的0.42倍,也就是说科技疫苗的保护率呢有为58%, 那总的来说,科技疫苗在广州小范围爆发的Delta病毒感染中表算还算可以,总体有效性59%,对中中度症状的有效预防呢,至少可达70.2%, 同时那也并没有大家担心的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ADE发生。 那么说完科兴,再说说辉瑞与莫德纳疫苗,美国梅奥医学中心通过在其附属医院进行PCR新冠检测的64.5万人进行筛查,筛出了基本条件匹配的三组人群, 辉瑞与疫苗组,莫德纳疫苗组,未接种组,每组25869人。 截止到7月16日,明尼苏达州的流星毒株已经从Alpha毒株,也就是英国的B117毒株,也面为了Delta毒株。 再看二月的7月份之间,两种疫苗的有效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莫德纳疫苗有效率依然维持在高位,约76%,而辉瑞已经降至42%,和前面视频里提到的以色列的39%的数据相当。 接下来咱们来简单看看有效率的计算。 也就是,疫苗组的感染比率除以未接种组的感染比率,然后1减去这个比值,就是疫苗有效率,大家可以看到,1帧7天以内辉瑞疫苗的比值是1.1,基本没啥效果,甚至不如未接种组。 当然这个时间段,在科兴那篇文章里,就是按未接种对待,所以没用也是正常的。 接种2帧疫苗14天后,观察到3个月左右,莫德纳还有86%的有效性,辉瑞还剩76%, 总的来说,美国自己的数据显示,在对抗德尔特的变异毒株方面,莫德纳明显好于辉瑞,但大家要注意,辉瑞的注射体积剂量是0.3毫升30微克,间隔21天,而莫德纳是0.5毫升100微克,间隔28天。 二者,阿玛安分子量呢,都差不多,所以莫德纳理中上产生的次度蛋白纳,远远高于辉瑞,而产生更强的免疫反应。 这可能也是在这项试验中发现,接种莫德纳疫苗的人群,更多的产生关于关节痛、肌肉痛等不良反应。 不仅美国国内做了对比实验,卡塔尔也对比了两种疫苗的有效率,其73.8%的人口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疫苗,截止到7月21日,接种两剂辉瑞疫苗87.7万人,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40.9万人。 咱们直接看数据,一针14天后至第二针之间的疫苗突破感染病例在辉瑞组是19例,莫德纳组是11例,按照科兴那篇文章的计算优势比的方法,可以算出一针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64.2%,一针莫德纳是79%。 两针14天后,辉瑞疫苗组感染209例,而莫德纳仁有22例,同样方法算出两针辉瑞的Delta的有效率仅为53.5%,而莫德纳依然有84.8%。 大家可以看到两针辉瑞的有效率竟然比一针还要低,实在不可思议。 文章的解释是卡塔尔逐渐取消了对接种人群的社交管制,所以这部分人可能更多的暴力感染者。 同时,莫德纳于2021年3月才开始在卡塔尔接种,而辉瑞早在2020年12月都已经开始,所以辉瑞的有效性下降可能相对比较快。 那么最后稍微总结一下,三加疫苗对Delta的平均营效率,莫德纳为81.05%,大于科兴的59%,大于辉瑞的50.8%,同时三加疫苗对Delta病毒引起的重症预防依然有效。 当然,这只是供大家参考,因为抛开注射剂量,比辉瑞确实越来越少了忙。 朋友们,能怎么看呢?到底哪家疫苗才能遏制Delta病毒的沉默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喜欢的朋友们给点个赞,加个关注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